山水人物、花鸟鱼草、金石书法 都是紫砂陶克装饰经常使用的题材 清末民国初年 紫砂刻画成为紫砂生产中一个独立的工种 有专门的技工从事刻画装饰 紫砂陶克的书画布局与笔法基本与纸上书画相似 只是布局略有不同 要按照紫砂陶器各种造型构图布局 特别要考虑到乌在常用齿骨和在暗截上对应与人的视线角度 通常元气构图应略偏上 方气基本可以正常构图 画面要求清晰且层次分明以线条为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在紫砂陶盛上用毛笔书画 然后依字画笔记刻绘 刻字要似用笔 以刀带笔做到结构相衬 刀法分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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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彪刻用刀法则可归纳为 滑 竖 撇 踢 纳 五个字 刻画 刻刀先下后上 刻竖 刻刀先左后右 刻撇 先用顺刀后用腻刀 刻踢 先用腻刀后用顺刀 刻纳则 刻刀先上后下 紫砂陶刻专事艺术的技法可分为硬刻 双刀正入法和空刻单刀侧入法两种 此外 此外还有色刀 持刀 留刀 轻刀 切刀 五刀等各种金石用刀方法 甘砕刻刀 紫砂壶 泥砕基本干燥后 以毛笔书绘字画墨稿 然后再用钢刀依着画笔进行雕刻 写 写 泥 刻刀 紫砂壶的泥砒上还有百分之二十的水分时 就以圆盾的铁笔或竹刀进行刻写 施 尼 刻刀 紫砂壶 泥砒进于干硬状态时 即以锋利的钢刀进行雕刻 描边替尼刻绘 先以细刀描出轮廓边 再以条或点的手法去掉其中的部分 这样的陶刻手法能够产生特殊的装饰效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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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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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印刻是先将诗词书画的笛稿预印到胡胚表面 再运刀一样雕刻 空刻则需由具备多年雕刻经验的紫砂印 进行雕刻工序 或熟悉紫砂陶刻的书画家亲手雕刻 他们在确定大体轮廓安排后 用斜刀刻法以刀代笔刻画精细的作品 必须注意行刀的浮沉立顿 深浅宽窄 刀式的气脉连贯 以显示出技外传神的运质 空刻用刀必须修有成竹 自由驰骋 犹如天马行空 刀法多变 可轻可重 或虚或实 可粗可细 或刮或滑 粗广豪放 耐人寻味 这样才能反映出紫砂陶刻的艺术特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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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